不过这五六个女生到底是谁哦 现在有网友说要把他们揪出来 不过呢这些女生 其中一个被称为这个向腿方成员的 其中一个人呢 就在脸书上面当场来向二十万网友来呛瞎 甚至自己说呢 有在混的康叔要网友去新竹找他 让人不禁怀疑哦 该不会是有黑道势力已经侵入校园 他回家 换我 就是这一期和这段霸凌影片 让网友群情激愤 纷纷在脸书上展开人肉搜索 要把霸凌的人通通揪出来 短短一天就有十八万网友 参加人肉搜索活动 甚至把所有参与霸凌的高中生资料 都查了出来 这名外号鬼妹的霸凌高中生不甘示弱 在脸书上留言回应 要网友不要再传影片了 还向网友呛瞎 要把加入人肉搜索的人 通通都移送法办 这名身穿咖啡色外套的蔡鬼妹 被网友取名向腿妹 是新竹某庙宇的镇头人员 打人之后还怒呛网友 疑似背后有黑道撑腰 身上有刺激的男子 被网友说是留言的黑道分子 要大家去新竹找他 有在混的人都会叫他一声康书 短短四分钟的霸凌影片震惊社会 表面上看似校园霸凌事件 但背后可能是黑道势力 介入校园的严重问题 中文圈何某圈何兆和赵伟 新竹台北报道 隐 Telemark 知青兵预兰 说两十分钟的Da komt 这屋是另由